那延续上礼拜讲的东西 上礼拜我们将API跟Component整个做起来 但是其实在这个画面上面 它还少了一个东西叫做分页的控制项 那我们今天就来做这个分页的控制项 那分页控制项是 我们希望是这边独立的Component点的时候 可以去更新上面的列表 OK好那我们就来做这个东西 那简单来讲我们就先建立一个Component 那Component的部分就先建它叫做Page 好随便 好 所以我这边就有一个Component 然后我希望它是有办法做分页的 所以我这边先放进来 所以做分页我们要知道说做分页的项目它是 很多分页它就是页次嘛对不对 那页次的话就是会根据总Total比数加上一页放多少的项目 那我们先用预设值它预设值是一页它回传是20笔资料 看一下它回传给我们资讯什么 它回传给我们资讯有一个ArticleCount 然后每个Article里面有20个 所以我们知道Total的比数就是500笔 那500笔的话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 我们可以将那个500笔input到到这个Component里面去对吧 所以这边有一个TotalCount 然后我希望这边是有个TotalCount的变数 那同样的在在分页的里面 复习上礼拜的好像会有一个Input 然后它接一个TotalCount 那我们这边会有一个Input 然后叫做PageSize 然后预设值20 好那我们先解决TotalCount这个部分 TotalCount部分 所以我们就要给它一个变数码 TotalCount 然后在LowData的地方 好这边可能就要稍微改写一下 然后在MapResult什么什么什么 所以我们这边的动作可能就要调整一下 稍微调整一下 Source 然后这个是等于List.Source 然后把Result的Result.Count取出来 我们这边就可以这样子处理 那这样写完之后我的Input就可以取到一个TotalCount的值 然后怎么去验证它 只要是透过Input进来的东西 在Conference的生命周期 这个我们没有提 Conference的生命周期它有一个叫做Unchanges 那Unchanges它做什么事情 Unchanges是当任何的Input 这种Input东西发生的时候 不好意思 在Unchanges世界上它就被触发 它的生命周期是在MgOnInit之前 OK 让我们来看一下它 这个Changes它的形态是Sign 先把ConsoleLog出来看一下 我们就看到一个叫做TotalCount 然后这边有个TotalCount 然后我们就取这个出来用就好了 所以它的CartonValue就是500 好 所以这就比较很简单的就是List.TotalCount 这应该没什么问题 那我们验证一下 在PageCount的部分 我们这边就可以去显示 PotoCount PotoCount 在画面上面我们这边就可以看到 500笔 好 所以音曲要止了 那接下来就是要做里面的事情 做里面的动作了 先简单一点 Page of Pages 好 那现在问题是我的Pages要怎么取的 好 那Pages的部分 我们可以写在这边 就是 如果有值的话 我的Pages Page of Pages 会等于 Mass.Cilling 取最高 无条件的净位 然后是List.TotalCount 所以 写完 它要那个 它要正列 不是一个字 正列 好 所以 这边的部分 有几种做法 好了 你要产生一个 有25个元素的正列 的做法 有哪些 你们有想法吗 有人有想法吗 就是建立一个 特定长度的正列 哇 都没有人在 太棒了 那可以吗 那会怎么样 那会怎么样 不会错 那是为什么没写出来 因为没有给值 那因为没有给值的话 我知道index 那我用index 那index 那index怎么用 ng4的另外一个 可以使用的 参数是 它的index 它会去记录 然后这边 我就会把它指定到一个变数上面去 那当然我这边就可以用 这种方式去显示 我的叶次 好 那叶次就出来了 我先把它放到上面去好 不然每次都卷到下面去 好 出来了吗 所以我这边知道25页 因为25页 然后每页20个 好 我就先不做UI了 然后接下来是 当我点选 这个 数字的时候 它要能去 改变外面API的呼叫 有几种做法 那我这边就是 我们先用上礼拜学的方式 就是output 所以这个叫做page change 我也给它一个叫做 vent emitter 然后 它是number 当然我会给它一个function 就是set page 然后这个是index 就是list.page change的时候 我要移密 这个index出去 那这index跟我画面上面看到东西都不一样 就是我画面其实是写第一页 可是我传给后段API 它是要从零开始 对吧 好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就变得很单纯了 我就直接是在 这边 刚click的时候 将index存进去就可以了 所以我在分页的部分 已经差不多就这样就OK了 那接下来是API的部分 那API部分 我这边就要去接我传出来的东西 所以我的项目是什么 PageChange 接下来 所以我这边接到就是我这边传回来的index 所以同样的 我在home component里面 就会有一个 PageChange 然后这个index 那接下来另外一个问题是 我的loadData 那 Service这边写是 我这边就没有下任何 任何的 取页次的方式 好 然后看API的部分 API它这边写说 我可以用query parameter的方式 在home面加上 问号limit等于 然后 还有offset的方式 那offset就是所谓的页次 没有 要去计算 就是offset 例如说我要从第二页 下20笔 然后从第40笔 开始抓20个 所以我要去计算 offset是多少 好 那我们先手动 先把offset做完 好 好 好 然后 这边搞不好 一个 可以 看一下 offset 好 偷了一下 好 直接 不好意思 就作弊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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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弊一下 好 作弊一下 这边有一个叫做 HDEPayments 好 那这个东西它是可以在后面去帮你加 加那个问号等于什么什么东西 所以如果说我传进来offset有值的时候 我的Payments就需要去set一个东西叫做offset 好 那当我这个set完之后 我的option 好 这个get里面的option 我就可以将 这个东西 放进去 然后我产生出来的 就会有 那个问号等于的效果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先 简单的 做一下 例如说 oh 20 好 嗯 嗯? 诶?為什麼沒動? 讓我看一下 這裡為什麼沒有動作 诶?還真的沒有耶 好妙喔 為什麼? 寫錯了嗎? 餓死啊 啊啊啊啊啊 這樣子 那我要解釋一下 這個HTTPPanements的部分為什麼要去接起來 原因是因為它的作用是當我使用SET這個方法 它並不是更改原本本身的那個實體 它是重新回傳一個 回傳一個新的東西回來 所以我就必須把它接起來 好那我必須接起來這個東西才能往下繼續使用 不然它如果說我沒有接起來 事實上它不會原本的這一個當初建立的它還是空的 好 所以我必須把它接起來 我在D20行的時候才可以使用到我真正設定進去的紙 好這個地方要留意 在這個 在另外一個地方跟這個行為很像的 叫做HTTP header 那這是當在寫所謂的HTTP intercept的時候就會寫到 就會去處理到HTTP header 行為是一樣就必須要把它接起來 不然它不會它的SET的功能 它不會去改變原本的值 它就會重新回傳一個新的物件出來 好 那我們當然處理完之後就表示說 我的APService是已經可以傳 Obset的東西進去 那除了Obset之外 我還有一個叫Limit Limit它是處理 回傳多少筆數 那我們預設就把它設定20 我們就把它寫實 這如果說有希望改的話之後再去改就可以了 好 那我剛才設定完之後 我丟出去的API就會有Obset跟Limit的值 好 然後我再來計算說 我應該說不是 我再來處理 Home Component接到Index的時候要怎麼弄 好 那我怎麼跟這個串在一起 對不對 因為它這個動作一定變成是observable 如果說 之前的做法不用observable的話 我們會有一個例子 例如說 low data 然後這邊會有一個 offset 進來 之後就會在return 然後 data 然後 offset 點subscribe 然後 next 什麼 類似像這樣的寫法 然後我在頁次改變的時候 就是要重新去執行這個 執行這個方法 對吧 這是 就是比較 一開始我們在寫的時候 我們就會利用這樣的方式去寫出來 好 這當然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這部分應該大家都會寫 好 然後 我們去 上禮拜一天將 sauce 變成是observable的形式去做 那 因為它是observable 我們就不能直接去修改它 我們必須要透過串流 串接的方式去改變 或傳遞值 這時候我們可以怎麼做 在RxJS裡面 它有一個東西叫做Behaviour Subject OK 那Behaviour Subject它的功用就是 其實它有兩個特色 一個就是它可以變成是observable 它可以被傳接 它也可以接受別人傳值給它 所以這樣子的好處就會是 我可以在PageChange的時候 我會用Page.next 然後 當時將這個計算值傳到這個Behaviour Subject裡面去 好 這個行為是不是跟我們的Output行為很像 Output行為是不是有個EmitEmitter 然後去擴充一些其他功用 所以它的行為操作起來就跟那個Subject的行為 模式是很接近的 這沒有 是不意外啦 好 那我們這樣已經能 能處理了 已經能送出來的話 那我怎麼跟這個 做結合 那做結合的方式其實 就是 就把它串起來就好了 所以我們就會有個List點 Pages.py 那 observable跟observable的中間要串接的 operator有幾種 一個是 所謂 你只要看到什麼東西 它有幾個 叫做switch map 我先把列出來 一個叫做merge map 然後一個叫 containmap 這三個map 算是我們比較常見 常在使用的 的map 的observable 算是連接器啦 當然 除了這三個之外 還有所謂的 一個叫hash 那我稍微解釋一下 我把它拖進來一下 它有 我們剛才寫這 concade map 然後switch map merge map 然後一個叫做 xhers susmap 好 那我稍微解釋一下 這四個 四種形態的差異性 然後我今天會講比較 這部分我們講比較多 這四種形態的差異性 是concade 就是字面上意思 它是要等 每一個完成之後 它才會往下面執行 所以observable跟 當我執行很多的話 它就會依序執行 它concade 它就把它連接在一起 那switch map呢 switch map 是我前面那個 observable沒有完成 就前面第一次的request 還沒有完成 我後面的request 又發出來的時候 我會把前面的那一次 給取消掉 比如說 我當第一次發 request出來的時候 可是我這個request 搞不好需要一點時間完成 然後很快的 在同一個時間 另外一個使用 同一個使用者 又發出第二個request 可是我第一個request 還沒有結束的時候 它會先把那筆取消掉 所以我第一次的時候 會發出完 然後這個還沒有 那是發request 然後要等它回來 然後同時間 我再發另外一個request出去 這時候它會把第一次發request 取消掉 然後保留第二個 就是留下第二個 去做發請求的動作 好這家是switch map 好 那merge map呢 merge map 它的顧名是 我不管 反正你前面發了 後面發了 反正回來順序對我來說不重要 它即使我第二次發request 先回來 我會先收到第二個 然後第一個再回來的時候才會 它會以時間去接到它的順序 就是merge map 那 ishost map呢 它是 第一個發出來之後 後面所請求的項目 都會被忽略掉 直到第一個request完成 它才會接受第二個request 它的特性跟switch map是兩個是反過來的 一個是保留第一次的 一個是保留最後一次的 前面都取消不算 然後看看是依序的完成 然後merge map是 反正你同時間殺下去 我不管你什麼時候完成 依序我會以你的時間 回來的時間去呈現 所以這個四個是比較常見的 observer跟observer中間的 串結的一個方法 那這邊我們就用switch map就好了 然後這邊就是一個offset 所以就可以丟到 可以接這個 那接完之後 當然我後面的 需要request就可以接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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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序的問題 好這裡的派就不需要 這邊大家看一下 在source的部分 我稍微調整了一下 就是讓它用page 所謂page就是接那個頁次的改變的時候 然後 重新去讓它去撈資料回來 這邊當然是offset 這邊24 我們來看一下結果是不是對的 第一次當然是limit是這個 然後再來是當我點第二頁 它有發出去 第25頁 這裡的結果就更在改變 有沒有 所以這個就是 利用observer跟observer中間的串結 然後去完成所謂的 一些動作變化 patch跟 不是 不是 我在變數後面加前字號 那個只是一個 讓我知道說這一個變數 它的型別是observer 這它並不是什麼語法堂 它就只是讓我讓我自行辨識說 這個東西是屬於observer 的一個表示方式而已 它沒有什麼太大的意思 沒有什麼 然後TC講的命名規定 約定是 因為大家都這樣寫 有點算不成為規定 反正你看到那種東西 你差不多就知道它是observer 有點算是不成為規定 那share.replay它是 它會保留最後一次發生的值 然後它不會重複的發request出去 這個是在 這算RX的進階用法 這個我覺得有興趣可以再去看 不一定要寫 這可能稍微記起來 然後在某些情況下會用到 沒有什麼 那跟這個的說明文章 我之後會補上去 補到那個 這一次錄影的討論文章後面 好 所以我們這次學到一種方法 使用output 如果說我不想使用output呢 我想要直接將這個所謂的 頁次的相關資訊放在這個 component的裡面 那我要怎麼辦 好 所以我先搬一下 我先不用 所以我期待是我們不需要這個pageoutput 然後我會有一個這個東西 然後這一個的行為 ok 點next 就會是index乘上this.page size 好吧 所以我的外部 希望可以取到這個變數來使用 那怎麼辦 好 所以怎麼樣 我幾種做法 我的home component 不是有 有設定到 有設定到 這一個東西嗎 我的home component 我的home component有 這個component 對 我可以有一個cqr-paginator的component 那相對的 我在home這邊 要怎麼取得這個component的資訊 這裡有兩種方式 一我使用所謂的temperate reference 來取得 好我設定它 然後我在home component裡面去寫一個東西叫做 view chart 然後給它文字 這文字裡面就是 指定樣板變數 那指定樣板變數完之後我就會取到這一個物件 那這物件我如果不指定 不設定任何東西 它就你不設定型別人 我記得是 應該就是它原本的html吧 來看一下 這是另外一個生命周期 afterview unit 就是當畫面上面 都完成顯示的時候 就可以取得這個view chart的部分 好 這裡有個view chart 然後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它回傳的型別叫做paginator component 它直接把這個component開始取出來 那取出來我們就可以去 直接去存取這個page ok 所以這 這 工作就變得非常簡單 所以我知道它是 它是這個 然後我在這個地方可以去取得 那它會不會動 應該是不會動 根據以往的經驗 那不會動的原因是因為在這裡的source 這個已經不是這個了 不是同一個 最笨的方法就是重新再指定一次 可是你這樣的話相對的其他東西都會有問題 好 所以這樣其實它不好啊 那怎麼辦 我就可以是 List.page 點subscrib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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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的話我就可以取得了吧 所以我刚才改了什么东西 我刚才改了就是将这里的原本page的这个行为 放到这边放到里面来 然后不透过output 不透过output表示说我这边的分页就不需要写这个 就这样写就可以了 里面就直接去设定取这个 把它设定到这个behave subject里面去就可以了 那home component 我为什么可以用这个behave subject去注册在这个上面呢 原因是因为subject的它的特性就是它既是observer 它也是一个observer 它有两种身份 所以它可以被这样使用 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这是RX部分了 这是一种技巧 另外的是 在compone的里面要取到 让html上面的物件 取法就是透过所谓的viewchart 那viewchart它会取到你画面上的第一个 第一个符合这里面条件的物件 所以这边我是使用要没有变数 我直接定死它 那除了使用文字之外 你可以直接指定我要取的这个物件型别 意思是说我这边可以这样子写 然后它就会抓画面上面符合 这一个component型别的物件咨询出来 它也可以这样取出来 这是另外一种viewchart的写法 那viewchart它是一个啦 那如果说有多个呢 有一个东西叫做viewchildren 然后里面一样是select 那取出来的东西它就是多笔 所以viewchart跟viewchildren它就是这样的特性 那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一个叫做viewcontent 那content部分我这边就不提 但是我之后补文章上去 它的用意是 那content部分我这边就不提 有点像是我在不同地方去写一个叫做ngcontent 比如说我放在这边 好 我当我的ngcontent写上去之后 在component的这个中间 我会打任何字 这里面包起来的这个文字 就是就会被显示在这个位置上面 好 这是ngcontent的意思 好 因为我写太多了 就没有东西 好 它就会显示在这个上面 好 这是ngcontent的部分 那当然我就可以透过这个方法去取得 所谓的 content里面的东西 好 为什么会掉了 好啦 反正就是这样子 好 那是view content view view chart 跟contentchart的部分 好 我们分页就做完了 然后csa部分就自己去调 看它做成方块 然后 有左到右的排序之类的 都够OK 好 那个分页 那同样的 这个功能也可以用 类似的方式完成 因为它的API也提供了 tag 所以做法是一样的 这边应该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 这是component互动的另外一种做法 那我今天其实我今天就介绍这个东西给各位了 因为这个东西再讲下去有点太 再讲下去内容我觉得太多 好 那我们今天就把第一个content完成 然后我们下一半就可以直接去做到路由的部分 那路由部分是这样子 就是我希望从一个页面点到另外一个页面 然后显示另外一个不同的内容 那除了component切换之外 我们也可以透过网址的方式去呈现 即使它是所谓的SPS 所谓的single page的application 但因为anguine内建也有所谓的路由机制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路由的设定 去做到很像页面在切换的行为 所以我们下礼拜来讲这个 然后把一些部分完成好 例如说页面的显示 然后再带一点像new post 它就会有表单的部分 OK 所以我们下礼拜就介绍路由跟表单 然后表单的升线方式可能要分两集 因为anguine里面的跟表单有关系的机制有两种 一个叫做temporary driven的表单呈现方式 一个叫做react form的呈现方式 就是说model driven的表单呈现 这两种呈现的设计风格跟思维是不一样的 我自己现在写的都是以react form的方式 我就说model driven 为什么因为model driven很多的行为就是透过RX 就是所谓的observer的串接来完成 我的temperate就变得很单纯 那temperate driven就是字面上映 是它会把很多的设定 跟一些检查的条件写在html上面 不是说不好 只是说当你的表单很复杂的时候 就会发现那个html真的会乱到不知道怎么维护 所以其实直到后期我全部都改成 即使太简单了 我为了统一性 我还是会使用那个react form的方式来完成 所以我们下礼拜就讲 路由 路由很简单 那个几个重点讲一讲就ok了 大概是表单的部分 所以我今天东西有比较没有讲那么多了 但是难度有比较深 然后看看各位有什么问题 有问题吗 如果没有问题 那我就先关录影了 就觉得你们应该录影 停之后才会问问题